9月12日凌晨 中国大陆北京一家三口 在住屋的公寓中睡觉时 涂躁上方掉落的水桶进行 三人险些受伤 据当事女子表示 床上的蚊帐提供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避免水桶直接砸中她们 让一家三口得以逃过一劫 事后调查发现 该女子所租住的公寓位于一楼 而楼上的厨房存在漏水问题 房东将水桶放置在一楼天花板上方以接水 不过因水桶长期无人看管 随着水逐渐填满 最终导致水桶掉落